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明朝永乐二十年,公元一千四百二十二年 明成祖朱棣打算开启他人生中的第三次北伐 户部尚书夏元吉以国库空虚为由坚决反对 朱棣认为夏元吉不给自己面子 一怒之下将夏元吉下于问罪 命礼部尚书吕镇兼任户部尚书 夏元吉是永乐年间者明的钱袋子 堪比汉武帝麾下的桑红阳 他若说国库没钱了 那便是真没钱了 即使调吕镇兼任户部尚书 吕镇也没有办法 于是 吕镇脸色沉重 如丧考彼 好比接了的烫手山芋 在这时 朱棣却派了十位侍卫跟随吕镇 并且对这十人说 若吕镇自杀了 你们也都别想活了 明史 卷一百五十一记载 帝令官孝十人随之 于 若镇自尽 而十人皆死 在整个明朝历史上 吕镇简直称得上是奇葩 他为官四十年 历经五任帝王 曾身兼三部尚书 但却能力奇差 不识大体 在都是人今的明朝官场上 他的存在 简直是个奇迹 本集将结合史料 和大家分享 明朝这位奇葩的三部尚书 希望在他身上 能够得到不一样的体会 一 朱棣起兵他投降 根据明史 吕镇传记载 吕镇 自克生 林同仁 洪武十九年 已相举入太学 吕镇 自克生 明朝山西 林同仁 吕镇生于元朝 治政二十五年 朱元璋称帝那年 吕镇才三岁 根据西安市 林同区岳阳镇 挖掘出来的 吕镇木制显示 他幼年家境不好 又几经战乱 能够发愤读书 实属不易 明朝 洪武十八年 明太祖 朱元璋 恢复科举 吕镇考中举人 次年 他被当地知府 推荐到太学读书 当时 朱元璋把太学 当作培养大明 未来官员的学校 因此 对太学生 十分重视 建文到永乐时期的 大部分名臣 如铁炫 夏元吉 杨荣 黄怀等 接出自这个时期的太学 朱元璋 为了培养这些 未来的栋梁 经常会派他们 下地方历练 根据明史记载 朱元璋 曾经派一批太学生 出去检查 各府县的土地情况 并且将这些土地 按照富饶和平级分类 以方便后期分摊税赋 吕镇当时的目的地 是浙江 结果 别的太学生 都是拿着记录的文字 向朱元璋汇报 只有吕镇记忆力超强 他不用拿稿 滔滔不绝 把自己的数据和心得说出 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 纵观吕镇的一生 他超强的记忆力 始终是他的助力 四年年底 山东暗查司签示空缺 朱元璋亲自点名吕镇 担任是签示 约在红武二十五年左右 吕镇被召入京城 担任户部主事 两年后 他又被调任北平 担任暗查司签示 正是在北平 他认识了一位特殊的人物 当时在这里平凡的燕王朱棣 红武三十一年 朱元璋驾崩 建文帝朱允文登基 朱允文对齐太 黄紫诚等科班进士比较重视 像吕镇这样 举人出身 又远在北平的官员 短时间没有太多机会 建文元年 燕王朱棣 在姚广孝的密谋下 设计杀掉北平部政使张兵 都督指挥使谢贵 公然起兵清军策 当时燕王派张玉 朱能守住北平各个城门 然后用高官厚禄 劝城内官员投降 作为北平的小角色 吕镇经不住诱惑 主动投降了燕军 成为第一批投降的明朝文官 君子欺之以方 小人幼之以利 吕镇此举 可以看出他的品性 正因为如此 朱棣对吕镇的印象非常好 后来 朱棣带着重将士南下 命世子朱高赤 留守北平老巢 吕镇便协助朱高赤 在封建社会 从龙之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本集不评价靖南之义的对错 但对吕镇来说 靖南之义的爆发 他是得力者 吕镇能在第一时间 接触到大业未成的朱棣和朱高赤 是他人生最幸运的事情 也是他接下来围观多年 不被淘汰的资本 二 三部尚书恶明阳 建文四年 朱棣攻入南京 建文政权灭亡 朱棣登基后 吕镇曾短暂的担任真定之府 而后又被朱棣调入南京 担任大理寺少卿 四品 从洪武年间去北平 到永乐初年回到南京 吕镇已经不是当年的他了 他如今是新帝身边的洪人 注定前途无量 吕镇之所以能得到朱棣的青睐 和他超强的记忆力也有关系 一次吕镇随朱棣出巡 在沙丘上遇到一个古碑 朱棣读了一遍 觉得颇有意思 回宫后 朱棣又想起那块碑 便让吕镇派人去把碑文抄下来 吕镇说 不须前史 请笔扎地前书之 意思是 何必这么麻烦 我现在给您默写出来就是 说完 吕镇认真的默写完全不碑文 一字不差 把朱棣惊讶得目瞪口呆 从此对他青睐有加 明史 吕镇传说 吕镇三年迁刑部尚书 六年改礼部 意思是 永乐三年 朱棣破格提拔吕镇 为刑部尚书 永乐六年 他又改任礼部尚书 在担任礼部尚书时 其他五位尚书 向朱棣奏事都是手持副本 或者带着本部侍郎 生怕有所遗漏 而吕镇什么都不带 就能记住所有要点 分毫不差 永乐八年 朱棣第一次北征蒙古 太子朱高赤监国 吕镇打算向太子推荐他的女婿 礼部主是张赫 没想到张赫胆小 见到朱高赤时 严重失疑 按大名律 殿前失疑乃是重罪 但朱高赤看在吕镇的面子上 没有计较 带朱棣北征归来 汉王朱高旭等人 开始搜集朱高赤的错处 于是 朱高旭便向朱棣状告朱高赤 说后者纵容礼部官员张赫殿前失疑 有失皇家威严 朱棣大怒 不仅把朱高赤臭骂一顿 还把吕镇和太子府战士简易 一同关入赵域 不久之后 经过杨士奇等人的劝解 朱棣弃销 才给吕镇和简易官赴原职 永乐二十年 朱棣决定第三次北征 此时 永乐朝经过两次北征 南征安南 郑和下西洋 编撰永乐大典等重大事件 国库早已入不敷出 要不是户部尚书夏元吉是个理财高手 朱棣这一摊子早就撑不起来了 因此 夏元吉为了天下百姓着想 劝朱棣不要再北伐 夏元吉的建议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但朱棣自是雄才 生前定要踏平打打 一怒之下 将夏元吉打入诏狱 夏元吉入狱后 朱棣又召来兵部尚书方斌 希望方斌能支持自己北伐 方斌向来正直 他说 仅良储不足 未可兴师 看到方斌也不支持自己 朱棣更加恼怒 方斌怕自己布下元吉的后尘 回家自意而死 明史记事本莫云 十里部尚书吕震数成间 言兵与元吉 皆奸邪污网 上信之 命入兵师 意思是 吕震看到方斌和下元吉都倒了 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于是趁机诬陷方斌和下元吉是宁臣 朱棣相信了他 并且涂入了方斌的尸体 若不是杨荣关键时刻为下元吉说话 下元吉可能也被杀了 而今 户部和兵部尚书都空缺了 朱棣环视一周 发现吕震支持自己北伐 于是便下旨 命吕震兼任三部尚书 礼部 兵部 户部 听到旨意后 吕震的表情非常怪异 不是惊喜 而是恐惧 因为他知道 在朱棣北伐的当口 兵部和户部的拆都非常难当 尤其是户部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他找了很多借口 希望能辞掉户部尚书之职 朱棣都没答应 不仅如此 朱棣还派了十名侍卫看着方斌 生怕他自杀 这便是本集开篇时的那一幕 唐朝文学家韩玉 在给好友柳宗元的木志明中 写过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 落陷阱 不依引手救 凡几只 诱下食言者 接誓言 意思是 有些小人 在别人掉入陷阱时 他不但营救 反而向陷阱里投石头 治国无数 落井下食 三部尚书吕镇 也算轻始流明了 三 不识大体两茫茫 事实证明 永乐朝后期之所以国力衰微 与朱棣的第三次北征关系很大 或者说和吕镇到处搜刮明之明膏 有很大关系 作为三部尚书 吕镇在这一时期 可谓权倾朝野 然而 他在民间给朱棣搜集完军饷和粮草后 继续他的奸华之路 根据明史记载 吕镇曾三次回老家祭祖于省亲 每次场面都非常耗大 有两次 关中闹饥谎 看到家乡受灾 吕镇亦不容辞 大笔一挥命户部官员给关中百姓挤出些钱粮发放 结果他回来却没有禀报给朱棣 朱棣得知后虽然很生气 但念及吕镇支持北伐之功便原谅了吕镇 一次 由于吕镇的原因 奏折迟迟没有送到朱棣手中 朱棣责问吕镇时 吕镇害怕 说这都是礼部给世忠李能未能及时送答 实际上 李能早就将奏折送到吕镇手中 是吕镇自己耽误了 但为了给自己开罪 他只能拿李能顶杠 结果李能被朱棣所杀 吕镇却没有为李能说话 礼部主示尹昌龙为人正直 多次顶撞吕镇 后来古王谋反 吕镇将尹昌龙说成古王的同党 不给尹昌龙身边的机会便定罪 最终导致尹昌龙被杀 吕镇一生最大的特点是 擅长溜须拍马 尤其喜欢献祥瑞 名史 吕镇传记载 永乐时 曹县献邹于 绑葛拉国 马林国静麒麟 朕请贺 地狱 天下治安 无其其和害 意思是 永乐年间 曹县进献了一头古代人寿邹于 而绑葛拉国 马林国 经非洲东部肯尼亚境内 进献了一头麒麟 吕镇欢欣鼓舞 恭贺朱棣 没想到 马屁拍到马腿上 朱棣说 只要天下安定 要不要麒麟又如何 朱棣从蒙古班师回朝时 山谷里曾传出三生万岁 吕镇并不在现场 等朱棣归来 吕镇开始宣扬这件事 声称都是朱棣的军威震天等 朱棣召来吕镇说 山谷里有回声很正常 你作为礼部尚书 要懂得明辨是非 不仅如此 吕镇还不止一次尚书 恳请朱棣到泰山封扇 朱棣很反感 若不是看在他早年跟随的份上 早就免了他的礼部尚书之职 永乐二十二年 朱棣去世 守孝二十七日后 吕镇建议群臣脱掉丧服 换上吉服 让天子早日穿上龙袍 大有拍名人宗朱高赤马屁之意 朱高赤觉得 吕镇作为礼部尚书 对先帝不敬 于是不听吕镇之言 改换了束缚 汉书云 礼义廉耻 视为四维 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 作为礼部尚书 吕镇却恬不知耻 胡言媚上 不知礼为何物 四 饮酒猝死 溃家邦 红夕元年正月 朱高赤正位 大风群臣 吕镇为礼部尚书 兼任太子少师 登基之初 朱高赤命主持 礼部事宜的吕镇 带领群臣祭祀五月 以及先帝的灵寝 吕镇却假公祭司 私底下却让妻子儿女 偷偷坐在 盛放祭司用品的车里 到处访友和观光 待吕镇归来 听闻南京龙山上 长了一颗大灵芝 当时已迁都北京 他立即上书 说这是天朝的祥瑞 希望朱高赤 能派人前来 请这颗灵芝回北京 结果被朱高赤拒绝 红夕元年二月 大理寺少卿戈谦 因为在朝堂言辞过激 恰逢周边朱藩蜀国前来朝贺 吕镇和戈谦有下戏 他建议将戈谦免职问罪 杨士奇私下对朱高赤说 肆意来朝 这些藩蜀国 可不知道戈谦犯了什么罪 他们只能看到 大明新军心胸狭隘 不能容忍政臣 朱高赤恍然大悟 感叹道 此吕镇雾震也 事后 朱高赤越发厌恶吕镇 但他担心 吕镇针对杨士奇 因此说是自己改变了主意 和其他臣子无关 吕镇只为个人恩怨 不为大明脸面着想 实在填为礼部尚书 当然 他最终也为自己这种不知理的行为付出代价 当年 明朝最仁慈的皇帝朱高赤病逝 仅在位十个月太子朱瞻基登基 视为明宣宗 次年正月 明宣宗朱瞻基派礼部尚书吕镇 祭祀太庙 并设立斋戒 吕镇又出了某额子 明始云 四太庙致斋 饮酒西藩僧舍 大醉归 一息足 吕镇偷偷跑出太庙 到西藩僧人那里去饮酒 喝得烂醉如泥 当晚便一命呜呼了 祭祀太庙本当斋戒 不食酒肉 作为礼部尚书的吕镇 不可能不知道 但他当晚却偷偷喝酒 导致醉酒而死 这也算是报应吧 吕镇从红五十九年 公元一千三百八十六年 被朱元璋提拔为山东岸查斯市千世 历经明太祖 建文帝 明成祖 明仁宗 明宣宗五位帝王 到宣德元年 公元一千四百二十六年 暴毙时 已持续为官长达四十年 从永乐六年开始 一直到他去世 他一共做了十八年礼部尚书 这样一位明朝高官 却奸诈狡猾 逢您拍马 不食大体 在小编看来 作为礼部尚书 吕镇却不知理 视为不忠 作为大明朝臣 他却对同僚落井下石 视为不仁 作为上司 他嫁祸同僚 陷害同事 视为不义 他代君王祭祀 却不知斋戒 视为不敬 如此不仁不义 不忠不敬之人 能在明朝担任十八年礼部尚书 堪称奇迹 小编认为 吕镇之所以能在永乐 弘夕年间得宠 得益于两点 第一是他有从龙之功 一有风声 便投奔了朱棣和朱高赤 第二是他有超强的记忆力 这是一块敲门砖 论语 礼人偏云 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 君子怀行 小人怀慧 以史为鉴 希望后人能从吕镇身上吸取教训 多为民请命 多为国谋福 好了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